现在我以 情人总裁李金河先生的 特别助理的身份 向大家宣读一份文件 王阳明代理总裁 确实是李金河总裁安排 并且指定为 下一届总裁人选 谢谢赵特铸 说到了报表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那是我站代总裁职务 的一年来 为公司创下辉煌的业绩 再加上 刚才赵特铸所宣布的 前总裁指派令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 大家是否同意 我担任下一届 下一集团的总裁 同意的 请举手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亲爱的董事们 我 王阳明 经过董事会 无意义全数通过 担任下一届 下一集团的总裁 在此 我跟各位保证 下一集团 在我的带领之下 绝对是业绩长红 以后的分红 一定让大家媒开眼笑 为此 我们一起鼓掌庆贺吧 下一集团大股东的身份 提出临时动议 我要推翻 之前董事会所有的决定 要把你王阳明 给拉下来 请不吝点赞 凯英 凯英 你就当做是跟我爸分到扬镳前 最后一次讲心里的话 不要有压力 凯英啊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你不想你爸坐牢 想跟我一样 再给你爸爸一个圆梦的机会 李伯伯 对不起 我爸那根本不是梦想 只是他的野心 跟他的欲望 人的欲望 就像水一样 有时候能变成 承载梦想的戾气 但有时候 反而会变成 吞噬人性的恶魔 是啊 虽然我以前叛逆 而且我还误解了我爸 但是我始终相信 天下所有的父母亲 对自己的孩子 都是无私不求回报的 可是我爸对我的爱 却建立在他的私心上 他对我的情感 甚至比不上天心 凯英啊 你千万不要这样误会你爸 人哪 谁没有踏错步伐的时候 你爸他也不例外 但是真正 伟大的爱 并不是消极地 去为所爱的人扛责任 真正有责任的爱 是阻止你所爱的人 犯下大错 这才是有担当的爱啊 凯英 现在对你来说 的确 是很艰难的时刻 你到底要怎么选择 才能拯救你爸和你自己 这就要考验你的智慧 与大爱了 金河 该我们上场咯 总裁 不管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您在我心目中 永远是人品 能力 高度 第一流的总裁 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大哥 谢谢你兄弟 一切尽在不言中 走吧 请 请 王总裁 陈冠霖先生 确实拥有 夏义集团股东的身份 既然现在确定 我是夏义集团的大股东 那我提出临时动议 是换现在所有的董事 不知道在场的股东们 有人复议吗 我复议 我复议 我也复议 你们打算干什么 多数暴力 欺负人吧 我们也以夏义股东的名义 来行使我们的权利 我复议 我也复议 你们跟我来这一通 总裁 您怎么现在才来啊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这位是我儿子 相信他之前已经拜访过各位了 拜访有什么用 这社会是现实的 眼前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这些董事们 包括你在内 谁没拿过我的好处 我的秘书 都留影存证了 我弃权 这董事我不当了行了吧 那我也弃权 我也不干了 我也弃权 我也弃权 你们干什么 你们回来啊你们 没关系 你们都走 一个也不要剩 以我的职位 跟我儿子 王凯英的股权 我就不相信你们的金河 你们能扳到我 爸 您收手吧 您没看到 您身边已经没人了吗 王凯英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身边没人 我的好儿子 该不会 你也想抛弃我吧 爸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如果我因为爱你 而纵容你犯错 那样 我才是真的害了你 你这个顺利趴坏的东西 你怎么搞的 你把李金河洗脑了吗 我这么辛苦养育你 再陪你 你就这样报答我 你也不怕遭天打雷劈 爸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我不能再帮你了 我求你也收手吧 你真的也背叛我吗 你背叛我了 妈 妈 如果您还在 您应该也会支持我 这样的决定吧 王凯英 说话 我 他们都把股东的刑事权交给你处理 我现在 也要把我的权利交给你 请你代为行使 王凯英 你没搞错吧 你看清楚 谁才是你的老子 我代表 超过半数的股东 还有从下一高层那 搜集到的资料 对王阳明总裁 提出不信任案 罢免王阳明总裁 阳明 事已至此 你应该知道自己错了 而且因为你的错 牵连了多少无辜的人 让这些人 因此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你闭嘴 我现在搞清楚了 你们这股人全部串通好 引出戏来耍我 对吧 你们给我记住 这笔账 我一定讨回来 我一定讨回来 爸 凯英 让你爸先去冷静冷静吧 王阳明总裁 他的职务 已经被罢名了 下一集团 不能一日没有人掌舵 我在此 任命王凯英 担任新的总裁 赵天心小姐 为新的总经理 君彦 我说你 会不会太大气了 好不容易到手的总裁大卫 就这样让给了 背叛者的儿子 凯英 他人不错 能力也不错 加上赵天心的帮忙 对下一集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 我的个性 你也很清楚 不就适合 待在这个花谱啊 跟花花草草作伴 我比较开心 说得好 说得真好啊 我相信 他们两个的搭配 一定会为下一集 带来 新的展望和未来 今天下集结束